早上好 我是小琪 今天呢 再来介绍Discord 相信大家知道 我们其实有一个Discord群 那这个Discord群呢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担心有些人不清楚 我们里面有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很简易的介绍 对 顺便跟大家分享酷东西 还有一些频道的用途之类的 阿里亚扎 首先呢 我们就从 我们有一些分类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分类来慢慢看好了 这个呢是我们的重要区域 那它这个重要区域 就会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好比说这个出生点 大家都会从这边 进来 对 对 没有抽到 然后呢 我们有公告 对 公告呢 我们就会一些 嗯 公告 我们可能有一些什么事情啊 活动啊 或是消息啊 或是什么更新 还是有什么 线上活动 对 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在社群中办线上活动 那也会在这边进行公告 或是有什么更新之类的 那这是我们的DJ Bot 我们有分三个DJ Bot 那DJ Bot呢 你只要到你的语音频道就可以使用 所以你跟我们的朋友 跟你的朋友 在这边进行 语音频道的使用 你想要播歌 这边都可以进行使用 我们有分三个 基本上就是你按一下 你就可以到你那个 按掉 它就不见 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怎么使用呢 这边 定选全部都有 怎么使用 指令都有 就是这么的简单 然后勒 要记住一件事情 呃 我们有用这种符号 对 它是有一种按钮类似的 所以 当你在进行使用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 一些符号 它是一个类似快捷键 你都可以慢慢按 调大声调小声 你都可以不见得要打指令 它这边按钮 你就可以直接去判定了 很方便 很快 你可以直接来试试看 就是怎么的赞 好 那么我们下一个 就是影片区 影片区呢 基本上就是 嘿 我youtube在放的 对 都会在这边更新 告诉大家 我又发了什么鬼片 就是这样 提问区呢 简单一点就是 供大家可以在这边提问 对 在这边提问 任何问题 都可以 Anything 你只要是提问 都可以在这里 提问我的事情啊 提问什么啊 不见得一定要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不见得一定要跟哪个社群有关 还是哪个什么东西有关 你知道这边 它就是一个很大方向的提问 或是针对我的提问 那你们都可以在这边进行提问 对 那基本上我看到我大部分都会回 对 或者是你对这个社群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提问 那 再来 这个有点酷的 它叫做客服专线 客服专线就是你要按这个 按一下 你就会在这边 这里是我 可以看到 你就会跳出一个你专属的客服专线 的文字频道 你可以跟我 或是我们的管理员 进行 沟通 对 那这个客服专线呢 就变成是说 你有任何想要做出反应 或在这个社群做出反应 例如说检举啊 还是客树啊 还是 反正就是类似的东西 对 那你都可以在这边做反应 或是跟我们去了解 或做询问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对 很赞 那基本上你用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频道删掉 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把这边的按掉 就行了 好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意见提供区 基本上 你有对这个群组社群 有什么任何意见 有想要提议的 愿意分享的 都可以在这边提议 并且提供给我们知道 只要有 粉丝们 观众们 朋友们 来做使用 觉得有哪里可以更好的 或是 让我们想可以去尝试看看 踹踹看的 都可以在这边提出来 我们都可以去试试看 踹踹看 不行我们也会说出我们的难处 但我们也会在做研究 例如说可能机器人可以怎么样 有什么功能 对我们可以再想想看 很赞 那么下一个 这个 就是大家 最爱的小七块看区 大家都会在这边 扔一大堆东西让我看 对 那所以我也都会定期的 请我的幕后人员 去做整理 整理完之后 他会给我看 所以我都不会点进去 对我就放给他这样子 然后我看一看了 我就会拍成影片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让你有 想要我看 什么东西 不论影片啊 文章啊 还是 照片还是什么东西 更多 对 或是MV 正常的东西也好 你们都可以发到 这里 让我看到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这样子重要区域讲解完毕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我们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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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庭广众 大庭广众 顾名思义 对这就是交易厅 基本上就是 面对 没有任何分类 大庭广众之下 的交易厅 交易厅 对 这是个GIFG 对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丢GIF图的地方 对 嘿 然后 然后这个呢 就是 Meme區 就是你有任何迷因啊 什么啊 想要搞笑的 在这边分享的 都可以在这边 水啦 然后呢 如果 你刚好 跟朋友 聊聊天 什么的 这边 就有频道 两个频道 供你们去做使用 对 也不用担心说 你到了这边 呃 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沟通 跟人家聊聊天 或是认识大家 在这边都可以 聊天 聊天 对 去做 交流 除非 你可能有什么特殊需求 你也可以到下方的社群 针对特殊需求 去做运营频道使用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有个挂机区 当你如果挂机久了 你就会到这边来 那这边就会帮你 把所有人关麥 那你在这边既安静 你以后可以安心的在挂机区 慢慢挂着 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们的大庭广众 这个区域 这里是我们官方社群 这个就大概调过了 因为你们也应该看不到 大致上看不到 可能唯独看到就是这个吧 maybe 加直播排队 对 加直播排队是我们有时候 直播的时候 我们愿意开放给人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到加直播排队来排队 然后并且告诉我 你有这边排队了 有兴趣想玩 然后是我们同意的实况下 我们会在这个实况中 把你拉过去我们的实况直播频道 那你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聊天 或者是说 一起玩游戏 对 就在这个实况 之中 very good 好 然后再来呢 这是Chihomis专属社群 对 Chihomis专属社群 虽然说现在有点少 但是未来会争择 也会再更新 也会弄一点 专属于Chihomis的 一些频道 对 就是这样子 那 如果你有购买 频道会员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提 说你想要干嘛 那我们换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我们的游戏社群 游戏社群呢 想顾名思义就是游戏 嘿对对对 就是这样 然后你会看到 很多的游戏频道 人跟云频道 对 所以 当你在这边跟朋友 要一起玩游戏 欢迎这边受使用 这边有聊天 简单一点就是 简单的聊天 然后玩游戏 这边都有频道 所以将近有五个频道给你们用 所以你们有五驼人 都不是问题 除非不够用了 哦 有人反应 好像不够用 这边的人越来越多了 开始分类越来越多了 没问题 我们再追加 都可以做出反应 那基本上 这边你们就可以看到 你们想要 玩的 都可以加入 就是这样子 那 再来呢 你们会发现 这边有个加推选频道 这个就是加推选频道 加推选频道呢 基本上就是 有没有看到这些 你 一开始 很有可能 什么 大致上 大部分的东西都看不到 但是 你只要按了这个按钮 你 这个频道 就会 随便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到阿尔比恩 然后这边就 可能有些人 我们也在玩 然后 你只要进来 你就会跑这边 这边你就会有你 然后呢 加推选频道 如果你不想要阿尔比恩 你就在这边找到阿尔比恩 把它按掉 它就会 整个频道 突然 蹦 消失掉了 它就不会在你的 左边出现 可是你想要玩 或是你想要认识 或是你想要看 你就可以按一下 它就会出现 再按一下它就不见 所以等于是 如果它有出现 你按这个按钮等同一次删除它 如果它没有出现 你按这个按钮等同一次新增它 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分类 所以 既是这样子 让大家 有足够多的选择 可以选择自己想玩的游戏 跟大家一起交流 之外 你也不用担心 有些游戏我就不能玩阿 那它这边好多好长喔 跟你讲 这边按一下它就不见了 就是这样好分类 并且 就这样 它就收起来了 超赞 那其他的社群也是 静态社群也是 你会看到这些都是相同的概念 那这只是我们一个大方向的分类 大方向的分类它们也有 加特选频道 一样的概念 你都可以去自己整理 自己想不想要 哪些是要的 哪些是不要的 都可以自己再看看 这也是我们的动态社群 yes 那这边有稍微分 动态社群这个语音频道的分类也蛮酷的 lab 就是实验 你可以在这边跟朋友们去lab一些东西 实验东西 穿东西之类的 然后这边就是gym 可能在跟人家一起 你们在运动 在健身 在什么的 可能在视讯 聊天 然后一起做运动 然后一起弯模突模 你可以在这里 battle 你可能在跟人家约好在这边 要跟他比拼 比舞 跳舞 还是比什么 都可以在这边进行battle 这个floing 就是很flo啊 之类的 嗯 你懂的 你可以在这边很free flo 跟随音乐 session 基本上就是 大家可以轮流在这边跳 大家可以聚集在这边 对 凝聚起来 大家就变一个聚会 开始 就是一人一人跳啊 什么什么的 你们可以在这边中使用 当然这只是个随音乐频道 稍微分类 避免说 有一些人 你懂的 挤在一个频道 可是他们刚好有另一坨人 想要再用另一个频道 然后反而很乱 之类的 那我们就弄一点这样的分类 让大家更好 更方便的去做使用 再来就是娱乐社群啦 娱乐社群就是大概的 这样子去做区分 那基本上 该说的多说的 噢 赛公婆区 爱了 好 没事 啥都没看到 一样 还有加推选频道 我怎么还在这里 等一下 先随便按 好 没力了 好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喜欢我的影片 帮我的影片 按个赞 If you like my videos Help me to click a video of like and sharing my videos to reference 分享我的影片给你们的朋友们 我们下个影片见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 by bwd6